说到贪污罪名 森美兰州一名关税局官员 过去五年涉嫌收取物流公司 超过六万九千令吉的贿赂金 作为不盘查机场货运出口卡车的费用 四十一岁的被告今天在芙蓉地庭 面对四十三项贪污指控 但是他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被告穆哈默奇德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担任海关官员 他在2017年9月到2022年 一月期间通过转账方式 向一名物流公司老板 收取总值六万九千三百五十令吉的贿赂 作为提供便利 卡车无需过安检的费用 被告的行为抵触 2009年反贪汇法令第十七支A条文 并且可以在相同法令第二四条文下同读 一旦罪成可判处不超过二十年监禁 以及罚款不少于汇金的五倍或一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控方透露 经过六十五天的通缉 被告最终在沙拉越民都鲁落网 有鉴于被告犯下严重贪污罪 也有逃跑风险 法官不允许他保外候审 案件责定六月十四号过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